今晚川席会要登场了 全世界都在看说 一个注重礼仪 而且要求规矩的习近平 一个讲话很直白 完全没有耐心的川普 两个人碰在一起 会出现什么样的火花 不过专家说 这些矫情的政治人物 在会面的时候 应该没有什么火花啦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即将举办十九大 他希望一切平安上庄就好 不要有争议 川普就更不用讲了 这次川席会当中 他一定会跟习近平要求有关于 要缩减中国跟美国贸易内差的问题 所以包括什么一中问题 包括南海问题等等矛盾的议题 都没讲 真的吗 另外川席会之后传出说 是普丁接着要跟川普来见面了 专家就说了 如果说两个人见面的话 这次好看 怎么说好看呢 因为当时据传 川普会当上美国总统 是因为普丁在后面发动骇客攻击 让川普成功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那如果两个人见面的话 他们一定逃不过全世界媒体的 所谓一直不断追逐的这个焦点 如果真的两个人见面的话 这真的去讲大戏了 川席会即将登场 不过早上月6点42分 北朝鲜在险境南道西埔一带 再次朝着日本海 发射了一枚 疑似为北极星二型的中程弹道飞弹 消息一出也再次震惊国际 日本南韩照例出面抗议 谴责痛批 而美国国务卿提勒森 则是明显不耐 认为对北朝鲜说的够多了 媒体分析认为 此次发射的时间 就选在中美元首川席会 前夕登场 武力示威 政治上恫吓意味相当明显 不过此次北朝鲜 再次通过移动式发射车 进行试射 可能也意味着 北朝鲜也在测试美国的底线 东北亚国家人性惶惶 实际上一份来自俄罗斯 网络安全的报告也指出 北朝鲜雇用的大批骇客 疑似已将目标对准 至少18国银行准备偷钱 其中包含台湾 专家认为如今在国际制裁 重重围网下 北朝鲜要筹钱求生 仰駭客进行网工并不奇怪 何况北朝鲜曾从孟加拉银行 成功窃取8100万美金 不是发射飞弹 就是网工骸钱让国际社会忐忑不安 北朝鲜真的好忙 不过说实话 北朝鲜一直不断倒战试射 大家看到可能都麻痹了 这一次有点烂惨 打没有很远就掉下去了 不过现在传出说 这一招不够猛很烦对不对 另外这样可能就很猛了 要派出駭客 说锁定了18个国家的银行 还说包括台湾也在内 还说我们台湾的 防駭客的机制很弱 到时候我们一定会中标 对的确这个北韩 它可以说是网路战 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们也培养出非常多 我们要以为它是一个 好像网路不发达的国家 因为它基本上 它的网路是跟国际是断绝的 对它自己内部 是有自己的一套网路系统 所以你在北韩 你还是可以上网 但是是它政府所规定的网路 当然很无聊 封锁的 封锁 但是它的网军 它的网路攻击 对外攻击能力是很强的 很厉害 因为他们把全国最优秀的 工程人员集合在一起 给他们好的训练 培养他们做网路攻击 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要特别小心 特别我们的一些金融体系 很有可能被它的网军所攻击 那我们知道北韩可以说 从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 可以说动作不断 特别是在导弹 大概有四次的行为 包含三月六号 它四枚导弹 可以说是集体发射 那我们看到三月十八号 它的这个火箭系统 金正恩亲自视察 这火箭系统 也是可以说是测试完成 那三月二十二号 它做了一个所谓的 弹道飞弹的一个测试 是失败的 就是我们看到呢 在四月五号 又发现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现在还在了解当中 就是说从三月到四月 它有了四次的一个 积极的一个处理 但我们看到就是说 三月二十二号是失败的 但是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它的导弹的发展 还是遇到一些瓶颈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大家很紧张 因为三月十八号 当时我们知道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提德森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三月十九号 他见习近平 见习近平前一天 这个我们知道 金正恩就做了 这个火箭的测试 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那个北韩最大的火箭 叫大浦东二号 它只能达到六千七百公里 大概只能达到 美国的阿拉斯加 或者夏威夷 还没达到美国的本土 可是三月十八号 这个火箭测试的时候 它如果有四个火箭 绑在一起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 北韩的这个导弹呢 给它射到美国的本土 所以让美国非常的紧张 但还好是它这个 后来三月二十二号是一个失败的情况 可是之后会不会成功 我想全世界都在看 因为我们知道 四月份对北韩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四月十三号是金正恩 他就职北韩的国防委员会的第一委员长 是他的满五年的时期 下个礼拜了 四月十一号是他担任劳动党第一书记 也是满五年 另外四月十五号 是他的爷爷金日成一百零五岁的名代 我们知道这个韩国人跟中国人很类似 逢五逢十他都要纪念庆祝 所以刚好在四月份 从十一号 十三号到十五号 可以说连续的三天 对北韩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可是看样子中国拿金正恩没辙 因为川普就讲说 你中国不处理 我自己来处理 川普可能真的这么硬处理他吗 对 我们看到川普接受英国金融时报 他说如果你中国不解决北韩问题 我会采取行动 我们知道 前一阵子提德森 美国的国务卿到南韩去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不排除用武力的方式 真的会这样做吗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一向是不采取一个攻击的方式 可是我想美国大概也受不了了 而且川普也非常的强硬 对 特别是现在北韩的火箭设置成功之后 他是有可能跟他之前的所谓的成功 所谓的发展的核武绑在一起 他现在有火箭加上他的核武 变成一个长城的一个弹道核攻击 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的时候 但美国没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但我们知道现在美韩正在朝鲜 中间半岛进行军事的演习 但是演习视同作战 所以随时可以把演习的部队变成攻击的部队 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至少三个以上的特种部队 包含绿扁帽部队都在南韩 所以会不会把这三个以上的特战部队 成为像斩首兵拉登的一样情况 对金正恩进行斩首 所以美国现在态度是说 北韩是你小老弟 你小老弟你管不了 那我帮你管 那我要处理的时候请你不要插手 但这对中共来讲是不乐见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美国真的跟韩国联手去把金正恩给斩首了 推翻了 那请问一下 那美韩的势力就直接压到鸦绿江边了 对中共来讲他不乐见 他认为北韩还是他的一个所谓的缓冲地带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前一阵子他遵守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案 他对北韩进行的所谓的经济制裁 什么制裁呢 就不瞒你北韩的这个煤炭 北韩非常生气啊 北韩的媒体从来是过去是不骂中共的 他说你这个中国跟这个美国 骂老大哥 这个联手对付我 骂他老大哥 但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就是说北韩现在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你中共你把这个小老弟给搞定 否则我要动手 但你搞不定表示你这个老大哥没有用 是老虎嘛 所以对中国来讲很没面子啊 可是他现在金正恩根本就不甩你习近平 你看金正男是中共所保护的 他住在澳门 结果竟然被杀了 被金正恩也杀了 在马来西亚杀了 在你中共的眼皮底下给杀了 对习近平来讲 当然是很没面子 所以习近平你看嘛 金正男你保不住 金正恩又不听你了 那你是很没面子 你这个老大哥不像老大嘛 所以现在中共开始又跟北韩试软了 说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试射了 因为你这样给我找了很大的麻烦 特别是每一次北韩试射这个核武器 它的核辐射是非要飘到中共的东北啊 吉林省都要撤退了 他也受害者之一 对受害者啊 喝辐射 可是他不能对他说 他说没事没事 安抚他说没事 可是辐射会造成身体很大的危害 不过我们要问川习惠 习近平在想什么 是这样要举行 如果说现在整个国际的氛围也好 国内或国外也好 如果说对习近平都不利的话 trouble很多的话 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权力核心 掌握得更精准 对不对 他在想什么 对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对习近平来讲 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北韩的问题 所以我们北韩问题到最后 职业会是最大的获利者 搞不好是金正恩 因为他要 他跟习近平讲说 好你要我不设核武 给我经济援助 你看最近这个 春天到了 又开始进口北韩的煤炭 然后又开始 又恢复 又开辟了一条专机航线 又有了 就是从这个中国东北到这个平壤 有一个新的一个航线出来了 为什么 他当然要安抚金正恩 金正恩到最后 可能是这场游戏里面最大赢家 好 那现在呢 对习近平来讲 北韩跟他要东西 川普也跟他要东西 川普说 你如果这个北韩管不住 我动手 那当然习近平拜托他 不要动手 那你怎么答应 美国 调言交换 交换 跟我交换 你的经济问题 你的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你的这个 粗糙 这个对中国大陆 中美的贸易 不平和的问题 是 智慧财产权权的问题 你都要解决 习近平不得不低头 不得不低头 当然我们知道 美国是不是真的可能对北韩动 我个人认为几率很低 因为宾拉登中就不像金正恩 宾拉登的状况 美国当时是可以掌控的 因为他身边很多人 被美国给吸收了 可是金正恩躲在这个 巩固的这个堡垒 他每天行踪是不定的 美国也很难派间谍渗透进去 所以美国说在真的要去打北韩 我觉得第一个不太可能 第二个 他要冒很大的风险 因为北韩的传统武力 还是很强的 而且首尔就在三八线旁边 就他如果真的要这个 做火箭攻击 那可能首尔真的会成为火海一片 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 但是他就是买空卖空 他让这个习近平感到担心 你看我觉得川普是一个 不亏是一个谈判专家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交易的艺术 他说怎么样谈判 第一个谈判是干扰对方 而且刺探对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所以一直放话 第二个先发自人的攻击 他的弱点 第三个是威胁利用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先了解对方 刺探对方 然后干扰你 让你烦不胜烦 你看他这个就任总统 川普就任总统以后 他几乎两个月之后 才跟习近平通电话 就不给他 这样你就感到 二月十号才跟他川习通电话 那当时在他就任以后 他跟了很多国家通电话 就不给习近平通电话 那习近平会觉得说 我是世界第二大国 你怎么不跟我打电话 反正我不太重视你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川普这么重视习近平 重视 可是他孤一般也亮在那边 然后你看到这个他这个 跟安倍已经见过两次面了 还没跟川普见过面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是他非常想跟川普见面 所以我们常常讲 川普跟习近平通电话 是谁急 是习近平急 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 是谁急 是习近平急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他十九大招开 对美工作是很重要的 如果川普跟安倍 都见了两次面 对不对 而且这个非常 插谈非常的友好 你习近平都没见到川普 但是比方你对美工作失败 所以他比较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 现在担心什么呢 川普会不会忽然取消见面 因为对川普来讲 后天就要举行 对川普这个很耐人 耐人很难捉摸 对川普来讲没差 他现在民调低得不得了 这个国 什么健保问题 也被国会打脸 对 他靠什么 就靠强硬 川普能够当选 就是在竞选过程当中 不断的骂中国 骂中国的经济问题 对对对 南海问题怎么样 他的票 所以他现在民调低 他当然对中国越强硬 甚至他取消 他说你中国不答应 我取消 他的民调赶快增加 可是川普如果民调低 如果他到时候 是跟普丁见面的话 是不是民调会拉很高 因为外传说一两个人 巴迪巴迪 兄弟请 而且当时川普会选上美国总统 是与普丁帮忙的 但是问题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差 不是吗 川普在这个 在积极选过程当中 不断的表达 他很欣赏普丁 普丁也认为很欣赏川普 两个人是欣欣相惜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前阵子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也就是川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他忽然下台了 成为一个最短命的国家安全顾问 二月份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在川普当选以后 他竟然跑去跟俄罗斯 驻美国的大使见面 这违反了美国相关规定 所以美国是非常规定很严格的 你连见面没有报备是不行的 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弗林还没就职 他还是个平民 可是他不可以去跟所谓的 俄罗斯对美国来讲 还算是一个敏感的 甚至是某种程度 对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弗林就下台了 这也让川普可以说是非常的打脸 就你的国安幕僚竟然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接下来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参众议院 这个情报委员会 需要调查 是不是这个俄罗斯 或者是这个普丁 有介入美国的选举 如果证实的话 这当然会对于这个川普的当选的正当性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加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俄罗斯 非常的不平定 包含他的地铁发生了爆炸案 包含了这个发生大规模的 这个在穆斯科 对于普丁的一个抗议的活动 非常大 而且这次的抗议的活动 很多都是年轻的学生 因为他们对于俄罗斯 这几年来的经济的这个凋敝 以及这个贪污腐化情形 非常的不满 有点像我们的太阳花学运 那普丁也可以说是用 非常强硬的手段去做镇压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俄罗斯的状况 是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那普丁当然他想要做这个方式 去跟川普见面 来累积他在国内的支持度 来让民众觉得说 我还是可以走出去的 我跟这个国际上 还是有人支持我的